歡迎回來我們火星人試驗三小球分戰賽 那現在場上是半決賽 是這個由藍藍冰旋風要來對陣我們的巴勒 那這個巴勒是三個來自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系五年級的學生 分別是謝浩應、湯永靜還有王崇漢 那這個另外一邊的藍藍冰旋風是來自台大物理系的三個學生 那其實這個是很有趣 兩邊都是同一個系的應該都默契不錯 好現在是我們直甩階段由這個藍藍冰旋風來決定 現在這個畫面照到的是巴勒 現在是我們的四強賽 B組第一 那剛才的這個歐優媽已經率先挺進這個冠軍賽 現在我們就是看藍藍冰旋風跟巴勒 誰可以有冠軍賽的資格 對 藍藍冰旋風上一場也是很激烈的在一堆Deuce之中晉級 對 展現了他們的韌性 對 所以冰旋風決定要先發 是後發吧 右邊是巴勒先發 對巴勒先發 就是巴勒的這個 巴勒發球的陣型很特別 全部選手都站在線後 應該是巴勒的這個用羽毛 還是王崇漢 哇 王崇漢 這個 漂亮 發生什麼事 直接把球打爆 打爆也沒關係啊 這也有效啊 打爆是有效的 其實這個羽毛球派扣殺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非常高難度 很難扣啊 其實很難扣 我自己有下去試了一下 確實是很困難的 我看一下他們 不知道遇到什麼狀況 然後後手都放掉 然後我們快掉 你平手來不先走 就破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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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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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也不會 有 我們 沒 每 我們 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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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球後要... 那個之前有講過,之前有選手... 因為之前有一個名為,就是... 那個說如果我們球拍,兩者都... 一歸就球會變兩秒,或者... 這樣... 那個時候回答... 如果變成兩塊,那他有點感覺... 小小姐... 打破球,他就要換... 好,那球應該... 好,顯然是對那個... 球打破提出了一些質疑... 對,那我們的規則是... 球打破是有效的... 對,是要繼續打,對,如果球在過程中打破... 一樣要打到那球結束,才會換新的球... 對,所以剛剛就是... 巴勒的扣殺得分... 對,哇,這個真的是... 如果有選手每球都扣殺把球扣破,我覺得那也是厲害... 就是... 喔,這個抽球... 哇! 哇,直接打在對手身上... 漂亮的扣殺,哇,巴勒這個... 真的是... 王崇漢,對,巴勒的這個扣殺... 王崇漢的扣殺,非常的犀利... 對... 巴勒怎麼下午變得... 特別強... 沒有,他其實一直都很強... 只是因為上午沒轉播到他們那個分組賽... 他們小組賽的時候我們轉播不到... 哇,這個...這個網球的... 這個...反手... 切球...漂亮... 沒有跑到... 對,我們上午轉播小組賽的時候... 沒有轉到巴勒那個B組... 所以就是可能對巴勒了解不夠多... 巴勒這個網球的選手很強喔... 對,他這個都是... 看起來就是網球底子的... 有把球切到後直... 哇,但藍人冰雀鋒這邊也是連拿兩分... 看起來要保下自己發球局了... 兩邊現在呈現一個互保的態勢... 哇... 王崇漢,對... 這個很漂亮的扣球... 這個球真的不好扣... 對... 這個是... 而且他跳起來扣... 高難度... 有一定的球感... 哇,這很深啊... 欸,這球可惜了... 王崇漢這球臉太急於搶攻... 這個沒有打準... 就是噴了... 就... 失誤... 這就是那個... 進攻的困難... 其實進攻是很容易失誤的... 對... 如果大家有機會自己在家... 試打三小球... 就是... 或是... 就會知道說這個進攻是不容易的... 對... 我給他看... 哇,藍藍冰雪鋒... 振奮的拿下這一局... 哇,現在1比1... 接下來是乒乓球的發球了... 很關鍵... 對,由巴勒這邊的謝浩印... 要來用乒乓球拍發球... 乒乓球拍的發球一直都是一個... 決勝的關鍵所在... 因為這個乒乓球是不好發的... 就是... 沒進...沒進... 對... 你看這第一球就發沒進... 對... 哇,他直接提出挑戰耶... 哇,這球... 這球... 對... 這個乒乓球的發球... 到底有沒有進... 巴勒... 這我有一個朋友說啊... 這個對名敢取巴勒的... 一定都很有實力... 因為沒有實力的人... 就不會取這種... 好像在自嘲的對名... 這個球... 哇...很接近... 真的是蠻接近的... 對...但應該還是出界啦... 對... 看一下裁判怎麼決定... 對... 應該是二發... 對... 沒關係... 沒進... 反正... 只是二發也不會怎麼樣嘛... 你看...還是可以發的... 這個發球有點有創意... 看這一次就沒有扣... 沒有扣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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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不容易的... 這個球... 這個... 應該也是扣在網代場很接近... 喔...沒有... 他扣... 往下扣了... 對... 沒有扣好... 就... 好... 扣好了... 15比15... 所以這個扣殺真的不容易啊... 這個... 喔...這個球也是砸線上的樣子... 哇...這個抽球... 乒乓球... 這個桌球選手也是很有創意... 對... 這個... 這個... 巴勒的這個... 謝浩印啊... 他的抽球也是有一定水準的... 他的發球也是有自己的風格... 看起來有在打乒乓球... 對... 哇...你看... 這個抽球... 這個發了一個... 看起來很無害的抽球啊... 沒有... 他這是切球... 他是用那個側切的... 你看他這個出手... 看起來像抽球其實是切球... 他這個是有... 特別訓練過那種... 比較隱蔽的出手... 讓對手... 不知道... 他的... 看... 哇... 哇... 這個... 這球... 有人要挑戰... 他打乒乓球啊... 蛤... 哇... 這球... 裁判是判... 烙乓球是有效的啊... 不是... 他裁判是說這球是... 進了... 但是... 那個... 那個... 因為烙柱是合法的... 對... 剛剛是漂亮的烙柱球... 哇... 對... 就是... 網球規則是可以烙柱的... 所以這個是... 哇... 本場的第一個烙柱球... 第二個... 剛剛其實前面有一個烙柱... 但前面的烙柱沒有那麼... 從上面烙過去啊... 對對對... 這個是從下方的... 對... 他直接從側邊... 你看這球... 哇...直接從側邊... 哇... 對... 烙柱球得分... 哇... 這個很漂亮... 哇... 藍藍兵線風這邊... 打出了氣勢... 對... 靠著這個烙柱球... 打出了一個氣勢... 哇...現在巴勒... 可能要叫個暫停啊... 這個... 欸...那個... 對... 可是這個分數為什麼是現在... 應該是30比0... 我是說為什麼現在是巴勒2比1啊... 剛剛不是冰線風... 拿下的...還是沒有... 我... 我...我誤會了... 嘿... 嘿... 沒把你... 撞一下吧... 沒有...他打我... 炸... 欸... 等一下... 你先不過我去問一下...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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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一顆球... 謝謝... 好... 我們... 要再換一顆球... inf veterinary指示... od中國師傅 mothers 你參觀卡 我... 打... housed... 一起 演慢給他的健康示... 確認過沒有問題 現在是2比2 非常的激烈 沒進 一個扣殺沒進 現在巴勒陷入一個亂流 現在是巴勒的網球拍的發球局 真的是陷入一個亂流 現在冰炫風一直在用四吼攻 這個 進了進了 他二發還這麼刁鑽 這個挑的漂亮 長球 抽球的機會 網球的互抽 出界 冰炫風現在 嚴得2分 剛剛巧妙的閃過 0比30 楊智元的長城抽球 造成了對手的飛手破性失誤 哇這個反拍漂亮 又是梁智元的回球 造成了對方的失誤 冰炫風現在整個氣勢起來了 對 你看他這個揭發的氣勢 對 反拍雙手非常的穩健 長球 哎呀可惜掛網 15比40 15比40 巴勒喘了一口氣 巴勒現在這個 湯永進的發球 這個現在是 關鍵 這個 這個 局點 過了 對抽的機會 哇現在網球拍了對抽 差一點 冰炫風 壓制 拿住的這一局 冰炫風 拿下 3比2 現在是換冰炫風 應該是梁智元的發球局 很關鍵 對 這個如果再拿下 4比2就gain了 但是如果是3比3 哎 就要各拍一名選手 來打搶 兩棲大戰 哇這個現在非常的刺激 露可你覺得巴勒能不能挺住啊 等一下防守 我覺得現在他們氣勢真的是有點弱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進行一些調整 但他們有這個呀 王重漢的這個羽毛球的攻擊 我覺得不是球技的問題 是他們 心態 能不能調整過來 現在感覺亂亂的 噢現在他們在抗議這個 撕吼攻對他們造成影響 那這個按照比賽規則 這應該是沒有被禁止 我覺得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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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反制就只能吼回去嘛 對啊 應該是可以喊的 我去跟裁判講一下 好 看起來沒有問題 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這個發球 這如果規定比賽不能喊叫的話 我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那個網球之前那個沙波蛤 不是就以喊叫出名嗎 對 因為我們是以對 因為我們是網球規則嘛 當然要可以喊叫 我知道他意思應該是說 不能在過程中喊叫 就是之類的 就是 就不能在對手接球的時候喊 因為你是自己接球的時候發力嘛 但網球也是在 你自己接球的時候喊 沒關係 反正 現在兵線風暫時領先 三十比十五 楊智元的發球 這邊 網球的互抽 哇 他一個羽毛球的結擊 有進 裁判司有進 哇 這個長球 這邊湯永進的處理 湯永進 欸平擊 這球漂亮很深 壓迫對手 哇 好球啊 但是為什麼他的這個沒有上去扣呢 剛剛這個應該是羽毛球上去扣殺的機會 他們現在完全浪給這個網球手單挑 哇 現在是兩個網球手的單挑 兩隊好像其他人都不敢打這個球 就是看兩個網球手在表演 哇這個帶炫 哇 真的 進入了網球手的對決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這個巴勒這一球攤手進 太大力了 為什麼這個王重漢剛剛不上去截擊一下 我覺得他們這個可能太緊張了 這個真的是抗壓力的問題 其實剛剛那個球 中間應該有很多機會 他們兩個網球來對錯的時候 其他球手只要上到網前 截擊一下 就能改變節奏 可能就是怕失誤吧 對 因為截擊是困難的 我知道截擊是困難的 但就是 大家如果都怕失誤不進攻 其實也是 除非你跟娜達爾一樣嘛 你就很有把握你相持能贏嘛 但如果你相持沒有那麼穩的話 你還是要進攻的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個 OEO罵愛這種防守球風 會被認為比較有優勢 對 因為你可以不進攻 好現在我們是賽末點 來用冰旋風 發球失誤 來冰旋風賽點 來囉 哇 就是來互抽的時間 這換桌球 漂亮 你抽球 就是要趕抽 漂亮 哇 這個抽出方法 桌網互抽 我猜人 我猜人 沒有 南南冰旋風 這個全攻進擊 對 這個絲喉宮 挺進決賽 挺進決賽 恭喜南南中冰旋風 4比2拿下這場比賽 果然這個 台大物理這個是傳統禁旅 他們拿過 三個亞軍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再添一座 過去的我們分戰賽 這個真的是 等一下決賽 季軍戰會先打 季軍戰是 我說的都要打巴勒 決賽是歐幽罵愛要打藍藍兵旋風 那我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冠軍的獎金、獎賞有哪些 三萬元,冠軍是三萬元 亞軍好像就剩六千了 差距很大 那季軍呢? 四千,那第四名呢? 就兩千,後面都有兩千,八強都有兩千 對,這個等一下這個藍兵旋風就是台大物理系嘛 那他們過往在我們的火線試驗分戰賽 有三戰都拿到了亞軍 這個非常的專拿亞軍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再添第四座亞軍 那如果有觀眾朋友看了我們這場比賽 也想要來報名我們的三小球試驗比賽 這個要等明年以後 應該一年內都不會再辦 一年內都不會再辦 對,因為我們的分戰賽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每年大概會有可能四到六個分戰賽 對,所以這個就是 辦過的通常都要隔一兩年才會再辦 那他如果沒有參加這次的分戰賽 他可以來參加下次 他可以參加別的分戰賽 那就不會打三小球了 對,我們就是都是一種推廣性質 就我們發明一個新的運動 然後介紹給大家 那大家看了我們這個三小球 如果覺得很好玩 大家可以自己舉辦嘛 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沒有版權的 就每個人都可以舉辦三小球分戰賽 對,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更多的來嘗試 這些不同的運動的類型 那我們的參賽資格是一定要是學生嗎 我們火星人事件是一定要學生 那如果社會人士 他們可以自己辦他們的三小球比賽 那就他們可以找成年人來打嘛 那我們比賽都是完全免費 對對對,我們參賽者都是不收費 因為我們就是要選拔出這個台灣的年輕一代的精英嘛 就是我們希望看到 像其實你看 今年這一次分戰賽冠軍賽又是台大內戰嘛 就是台大物理打這個深攻法律的組合嘛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次這個分戰賽的經驗都是 最後決賽都是台大內戰 對,那就是因為可能台大的學生對於這種創新的規則的適應能力比較強 就可能 這個我不是說歧視其他學校啦 但也可能就是其他學校都沒有來比嘛 就是 對,因為以報名的對數來講 確實台灣大學是比較多隊啦 對,但是我還是覺得說這個 對,如果說其他學校的這個 覺得說 欸,其實這個你們也很擅長這些創新的規則的話 那歡迎來挑戰嘛 對 所以之後如果要來參加分戰賽的話 他應該關注什麼地方 可以看那個我們projectmars火星計畫的粉專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有一個官網是projectmars.org 對 是專門在介紹火星人試驗相關的內容的 對 OK,那我們就等一下就準備 在休息時間之後 我們就準備先來看這個 季軍戰 對,季軍戰是這個 應該是我說的都對要打巴勒嘛 對,然後最後才是冠軍戰是這個 歐幽邁對這個藍藍冰旋風 那這個休息一下之後 大概10分鐘之後再回來 對,謝謝 謝謝